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小心这里有一个树桩 然后通往那条河路真的是杂草丛生 然后底下的话是非常难找路的 幸好我们有小伙伴在前面带路 然后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这些草啊 就会不停地在你脸上袭来 你就感觉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在咬着你一样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是因为它这个草很多 那个草上面都长稻刺 因为这些都是野生的植物 你看这里还有一根藤掉下来 不知道藤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神奇的生物 哇 太简单了 我要用手电筒就照着这个路才行 就即使照着你也是看不到这个脚下的路的 它都是一个坑一个坑的 即使前面已经开过路了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你看这个空间非常的逼色 是很难进去的 你一定要弯着腰蹲着身才能进去 我现在准备进去了 小心小心 天哪 哇 真的是翻越重重障碍 我好怕这些树上有虫子呀 前面还是有一段路可以正常的行走的 已经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水流湯积的声音了 虽然刚刚的过程很艰险 但是我觉得即将可以看到螃蟹 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激动 看这里 有它明白了 就是它 天哪 它在如动 它如果爬到我的脚上怎么办 幸好看到它了 我现在真的好紧张 因为刚刚那个从森林翻越过来 实在是太多障碍物了 不仅有很多障碍物 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更主要的是 我觉得我的脸上现在都是很痒的 因为它那个草 上面好像有很多小虫子 不明物体在我的脸上一直飞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有河水的地方 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河水 我们的小伙伴 看有些人已经下去抓螃蟹了 看这些我们今天收获的这个螃蟹 应该是叫河蟹 然后本来是一开始很不起 宁愿走这条路过来的 但是还是穿山越岭 翻山越岭过来了 我觉得就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 终会有收获的 好了 我是朋友 因为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记得关注我们自由感觉哦